今天我们要离开西宁了 你看下了多大的雪 大家好我是小嫂 在这待了有五六天吧 今天要走了 前几天都没有下雪 也要走了下可大的雪 你往这照一下 又刮风又下雪 开车一定得小心 你看下雪天这个车就掉沟里了 不知道咋掉的 前面是一个大下坡 然后路特别的滑 踩刹车踩不了 你看前面车都开的多慢 我们也要跟它保持距离 看到了吗 多长一六车 不敢走呀 下雨天出行得小心点 跟着导航走的 走到这个地方了 全是山路 你看这个雪呀 幸亏走的人少 如果走的人多的话 连我们的这个车都不能过了 我们这还是AT台呢 还有越野的呢 两驱车根本走不了这个路 非常的滑呀 你一定得小心点开机 出来之后这雪下的越来越大了 在车上都看不清路了 而且呢这路上就特别的滑 雪下的还特别的厚 我们再这样下去的话 车就不开了就停到这了 我们一直在爬坡 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朋友们 你看这冰天雪地 看看来时的路 就是这样一点点都走上来的 但是呢 下面已经看不清了 远处的山也看不清了 雾特别的大 我们呢 现在是停到一个路边的停车场里边 这雪下的越来越大了 不知道能不能困到这里边 一个车都没有 黄色的车也是不走了 停到这了 大车可不敢往前走 还是安全最重要 不能再往前面开了 路上雪太滑了 而且下的特别的大 我们就停到这边了 你看这个雪下的有多厚 这是一个崖口 海拔3435米 前边你看 又有一辆大车停到路边不走了 这路不敢往前边开 太吓人 看红桃左这个脚印多深呀 这一会儿身上都刷白刷白的 外边现在气温特别低 而且我们现在在海拔3000多米的崖口上 已经进来房车了 幸亏有这个房车了 房车里边还是比较暖和的 不知道这个雪能下多长时间 幸亏我们出来的时候带了一些吃的 就吃泡面吧 他希望早点停 烧点水喝点水吧 太冷了太寒了 好 好了 我找到这边 om 里面 我收到这边